高振 你想谋杀亲父吗 请你不要有这种深的语气 跟我说什么只取一个 我不想 你干什么呀 这礼人 要越早做越好 准备好 参见殿下 林玲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雪太大 把前面倒上一棵松树给压折了 殿下 怎么还是走别的路吧 也好 那是什么人 是内侍局的一位大人 不知道怎么惹了贵妃娘娘生气 跪在这儿都快四个时辰了 四个时辰 她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好像是司宝司的 司宝司 阿朕 阿朕 你醒醒阿朕 你醒醒 醒醒阿朕 阿朕 阿朕 这人都要成冰棍了 我带她回去文殿 你去请太医 是 你干啥啊 是让你带她走的 好 参见长保皇殿下 这个人我带走了 不可呀 这是贵妃娘娘亲自下旨要生死的牵犯 长保皇殿下 殿下 玉明 快去拿水 拿热水 把碗汁汤 越挪越好 是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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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太医来了 太医 你过来看看 她被动了三四个时辰 怎么叫一叫不醒 老大 病人痰气入骨 呼吸全无 只怕 别跟我说什么只怕 我不想听到其他任何话 好 我先给她施针吧 先去端外参汤 再煮一桶浆水过来 帮她慢慢擦着手脚 是 我马上准备 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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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是你救了我对不对 不行不行 你快送我回去 要是被萧贵妃知道的话 她会对你 阿臣 阿臣 殿下 请殿下和其他人先出去 我先帮她施针 皇上 娘娘 高瞻今夜来此 只有一句话要说 我告诉你 她是我一身当中 最爱的 如果你们对她有什么不安 你们朝我来 我对她下毒手 我对她有什么不安 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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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阿臣 阿臣 太好了 太好了 终于醒了 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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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说实话 阿臣 你跟我说实话 那天是不是你救了我 那 那 那你告诉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 阿臣 这件事情你要听我解释 其实说来话长 参见常皇殿下 常皇殿下 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 对 阿臣 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其实这件事情 阿臣 事情 参见常广王殿下 阿臣 你听我解释 奴婢丝宝丝陆阵 参见常广王殿下 殿下千岁千岁 千千岁 你们都走 阿珍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 我知道你说过 你最讨厌别人骗你 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后来的事情你也都知道 楼太后对我严加防范 我也是为了不拖累你 才一直隐瞒我的真实身份 对不起 阿珍 阿珍 奴婢拜谢长广王殿下的关怀之情 如此深情厚义 奴婢就算粉身碎骨 也难以汇报 早知道我在宫里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就应该跟你说实话 长广王殿下深谋原略 若是有什么不想告诉奴婢的 那一手不够聪明 不配尚文天机 阿珍 如果你现在心里还在生我气的话 你尽可以发泄出来 我求你不要以这种阴阳怪气的口语 跟我说话 奴婢不敢 长广王殿下 不仅是奴婢的救命恩人 还是一言九鼎的储具 奴婢哪敢冒犯你了 我知道你很生气 我也知道你心里很难过 只是你可不可以回想一想 我们在宫外的日子 当初我们素美平生 但是我们可以互相细认 我记得在草屋的时候 你对我说过 我们最好不要过问彼此的秘密 你忘了你曾经曾经答应过我什么 你说你以后不会再骗我 你说 就算是说谎 也会先默默眉眉毛给我一个暗示 我怎么会那么傻 居然相信你只是一个小小的侍卫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 一个普通的侍卫 怎么会有长公主的玉佩 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让皇上当她的戏使 阿正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你送给我的腰带 我一直借在腰间 把腰带还给我 那是我送个高斩的 实在配不上您的千金贵铁 我不叫高斩 我的真名叫高斩 江水湛然的湛 难怪皇上总是阿湛阿湛地叫你 你可想得真周到 就连假名字都想得那么天衣无缝 长广王殿下 这大半年来 您一直像猫戏老鼠一样 看着我在宫里宫外瞎折腾 是不是觉得特别有趣 阿正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从来没有取笑你的意思 请您别这样称呼我了 我陆珍 虽然只是商人之女 但我知道什么叫做自知之明 无论如何 我都当不起长广王殿下这么轻热的称呼 好 如果你以后不想让我这么叫你 我可以不叫你 没有以后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那条腰带 是我送个高斩的 虽然 他出身大户人家 但毕竟只是宫里面的一个小小侍卫 无论我是商人陆甲之女陆珍 还是防御使陆湘之女陆珍 都还是能与之匹配 可是现在 你我的身份 已经不一样了 我不仅配不上你 而且我也不想和一个处心积虑 欺骗了我大半年的人在一起 阿朕你听我说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说过了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你干什么起来 无论如何 欺骗就是欺骗 谎言不会因为他看起来漂亮 就不会给别人带来伤害 长广王殿下 陆珍之间 几次谋您出手相救 既为我做了官籍 又救了我的性命 但毕竟 我曾经也帮过您 所以这些往事 可不可以算是扯平了 曾经以后 我只想在司宝寺 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官 求您高抬贵手 就当从来没有认识过我 无论如何 我也不会答应 阿朕 阿朕你听我说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原谅我好不好 麻烦你把她扔了吧 我 chúngwould 给你帮助过 你帮助 Project 我扔了 我扔了 你帮助过 他们的我扔了 他扔了 ком机 那他扔了 你 你干什么呀 你快放我下来 别手 你放我下来 你放我下来你 你轻点 陆珍 还记得上次抱你是在修文艺 没想到这次跟了这么久 高瞻 你记得我的名字了 不是我张狂 我只是见不得你受苦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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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你也不应该这样啊 你叫我以后还怎么 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是我高瞻的女人 你可受伤了 我为什么不能抱你 你 谁是你的女人了 又胡说八道 陆珍 你是不是觉得 我在你面前太脑肿了 不是受伤就是被你呼来喝去的 所以你觉得我是一个 呼之即来回之即去的人是吗 我 腰带是你送我的 我受了 所以我不会再让你受回去了 而且我们之间已经有了肌肤之亲 你想对我审论中亲吗 你 谁跟你有肌肤之亲了 这样难道不算 起初你也请我放了你 那会我放了 我真的很后悔 今天相信所有院子里的人都能看得出 一路真是我高瞻的女人 一想爱都来不掉 你 高瞻 你想谋杀亲父吗 我也想过 如果我被判罪问战 会不会再见不到你了 其实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才去救皇上不要惩罚家民的 你是为了怕我为难 对不对 谁是为了你啊 我只是想到 沈思珍是长公主带进宫来的 她要有什么不适 起不上了长公主的面子啊 家民家民 你叫的可真情人 吃醋了吗 沈家民的大哥沈家燕 是我从小长大的好兄弟 她的妹妹自然就是我的妹妹了 其实自从朝阳殿起 我就发现 你不再生我的气了 告诉我为什么 也没有为什么 我只是想通而已 老里有个朋友跟我说 两个人在一起 是前世注定的 之前我离开你 除了是因为恨你骗我 也被你的储君身份给吓到了 我没想到 一心想害你的继母竟然是太后 原来 你受那么多罪 都是因为朝廷大事 其实之前我也不想让你知道这么多问题 所以你就想继续骗我 算了 我也想过了 如果我给你换个位置的话 我也不会比你做得更好 阿震 我向你发誓 我再也不会让你受这样的恐懒 你知不知道 这些天我真的没睡好觉 我也听说 你被伤了大型 又被抓到暗牢里去 我的心真的好难受 可是我又不能到牢里去救你 所以我今天在路上 可能你走路 疼得眼泪都快掉下来的时候 我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 所以就 所以你就 你就那样把我给抱进来了 高湛 我还是个女官 你要我以后怎么在宫里做人呢 是不是 所有人都说我是你的心虫 你才心满意足啊 这段时间以来 你一直对我毕恭毕敬了 我真的好不失忧 像这样多好啊 孟老五 你 好了阿震 听我说 我知道你不想靠别人 想凭着自己的真本事 堂堂正正地做到六平里的关 没关系 我会一直等你 我等你把事情都解决好了 一切都处理完了 再回到我身边 阿湛 阿湛 你来了 阿湛 我好想你啊 你都不知道 我这两天有多委屈 是 这是谁送给你的 是陈典师送我的 陈典师 你也太低估我的记忆里了吧 难道这个镯子属于谁 我会不记得吗 对不起阿湛 我只是 今天我在这儿等你 我亲耳听见你跟楼清墙一块回来的 楼上是指是顺道 你不要跟我解释这么多 我今天对你很失望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 尽量离楼清墙和楼市远一点 难道你忘了吗 阿湛 对不起对不起 我是以为今天有特殊情况 我不管你有什么特殊情况 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讲过 楼市一家人 跟我有沙母之仇 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忘记 我没有忘记 今天是她主动传我去人寿店的 现在宫里面斗得这么厉害 萧贵妃那边已经彻底恨上我了 我要是再跟楼上是那边冷着脸 我就没法在宫里待了 我不是说了吗 找我 我跟王轩打一声招呼 你立马就官服原职 我不要你的帮忙 你不要我的帮忙 所以你去找楼市帮忙是不是 你去找她 不就是让她许诺你 给你官服原职吗 你也不动脑筋想一想 她那么一个阴毒的人 她为什么要帮你啊 阿湛 那和你说的帮忙是不一样的 她是说过要升我的官 但不是走后门 而是要凭我自己的真本事 在年考中获得优等 才能恢复我的职位 她的话你也相信啊 你动脑筋想一想 她这么帮你到底是何居心啊 我不管她到底有何居心 但这件事我做得堂堂正正 我从来没有向她提起过你 她也没有收买过我 陆珍 你给我适可而知可不可以 那次你帮娄氏做五层彩衣 她不还是升你做七品女官 这些我都看在眼里 但是我什么都没说 可是这次 你居然跑到仁寿殿去 去求她巴结她跟你升官 你太令我失望了你知道吗 高湛 你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难怪我升职之后你一直不太高兴 原来你根本就是瞧不起我 我告诉你 我当上七品 不是因为判了太后的马屁 而是我自己努力地接过 那我怎么听说 那五层彩衣是阿璧帮你出的主意 连你也觉得 我是抢了别人的功劳才升上来的 我没有那么说 你走 你走 你这个高高在上的储君 根本瞧不起我这个卑微的女官 你根本就不理解我 为了区区一级官位 是如何倾尽全力 偶吸力血的 在你心中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 是 你只要稍稍动动手指 传个话 别人就立可能从地上上到天上去 阿朕 你讲讲道理可不可以啊 你的官位是小 我跟他之间是有血海深仇的 你的事是大事 我的事就是小事 高湛 我今天算是真正看清楚你了 请你离开 我清净的小门小福 容不上真正的大福 你口口声说说要靠你自己 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想 如果不是我跟皇上 你能在这个清净殿里头吗 是 你说得对 我的确没有资格 你不走 我走 走 你失可而止一点可不可以啊 阿臣 我知道我刚才火气有点大了 我说的话是有点重 但是 但是 阿臣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把你送我的白货 甩甩的 对不起阿臣 别双心了 长广王殿下 到底是你走 还是我走 好 我走 小心你的手 走 殿下 别等我 殿下 你听我说 殿下 你别管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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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走啊 走 殿下 殿下 怎么会这样 我今天完全控制不了我自己 殿下 陆大人 你就别生我们殿下的气了 他陪沈思真出去 就是为了还他一个人情 就是 就 就是帮你脱罪那件事 要不然 殿下看都不会看他一眼的 皇上 沈思真不是奉了你的命令 才帮我作证的吗 没有啊 我明明是让原府找到楼清墙 可是楼上是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是沈思真突然站出来帮我作证的 阿湛 你真的是为了我才 是 包括那天在秀文殿 也只是一个误会 观音向我已经全都送走了 阿湛 可以原谅我吗 我 你们听朕说两句 之前的事情 卷他过去 幻云之所以会变成那样 都是朕和母后造成的 之前的事情 的确是他不对 朕希望你们可以原谅他 朕既然是他的夫君 朕就替他向你们道个歉 皇上 皇上 阿朕 我以大哥的名义向你保证 我的这个弟弟 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而且 他从来没有把你当成任何人的提示 阿湛 把衣服脱了 皇上 听朕的话 把衣服脱了 多借和你 阿箭你看 你不要害羞 你看这里 看到 上次清境殿大火 就是他救了你 那场大火 差点让他连命都丢了 但是他临昏过去之前 还是要我封锁消息 就是为了防止母后和幻元 知道以后为难你 很早之前 他就把你看得比他的生命还重要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老臣 对 皇上 您这可算是了结了一桩心事了 可不是吗 院父 韩光殿那边有消息吗 暂时还没有 你答应我 以后遇到是不是 都不要转身就跑 好不好 要是赛成了家 千万得听我的解释 好不好 今天怎么这么乖 我竟然不知道 你为了我 受了那么多的伤吗 好了 我要早知道 苦若鸡那么灵 早就把衣服脱下了灵丹 别审得咱们折腾这么久 好了 阿贼 你放心 那个沈家名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沉心的 明天一早 我就去沈谷公府 跟他们说清楚 我绝对不会让你 再为这些事情担心 那你要好好地补偿沈家 千万别丢了他们的面子 这是自然 你的伤好些了没啊 只要有他在 这些伤算不了什么 你知道吗 那天皇上的使者 把他带过我的时候 我心里有多高兴 在萍州的那些日子 我们被流民所困 连续断水断粮好几天 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还真的坚持不下去 还记得 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定伯父 想死亦 好 老振 你受委屈了 你别怕 我的新腹地也马上就消好了 到时候我们就搬进去 以后 我再也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 别哭 阿臣 你放心 我已经想谎说承诺 这辈子只娶你一个女人 其他女人我看都不堪一眼 要不是沈将军 我走就 我知道 我知道 别怕 你们出去啊 你 你这是要干什么 出去啊 皇上 你想不想救他 你说什么 你想救他 就把他放下来 让我试试 殿下 你快放下姐姐吧 杜大人 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呀 你叫人烧几壶滚开的水来 放几套毛巾在里面 男的都出去 皇上 你也是 是 你要做什么 殿下 你要是还想救他 就别再磨蹭了 快去 你们两个过来 是 我们还是回避一下吧 这是要干嘛 快 把冰块拿走 把冰块拿走 是 好了 好了 把冰块扶上 把冰块扶上 姐姐的手动了 她有反应了 再来 再把冰块拿来 冰块扶上 洗 把冰块拿走 确实 Lie cit Marine 不是 弹队 阿珍 看你手指刚才已经动了 快给他嘴底扎针 阿珍 扎永泉和督音两学 阿珍 你觉得怎么样 阿珍 继续扎 再用力一点 阿珍 阿珍 你感觉怎么样 阿珍 阿珍 你怎么了 殿下不用着急 陆大人生机已复 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好 杜思医院 你是怎么想出这个法子的 微臣在清心院待了这么多年 多多少少懂得一些医术 好 陆珍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 挤进假死之胎 那个袁寿 以前伺候过前朝的太医院医症 他告诉过我 以前遇到过这种病人的时候 那位医症也是用冷热交替的办法 来刺激病人的 没想到还真的管用了 那也是阿珍命大 可是为什么你又一定让太医 赐她脚底的穴位呢 脚底是人全身最敏感的部位 病人刚醒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施针 效果一定是最大的 杜思医 你这次立了大功 这一定好好赏你 多谢皇上 不过 这丫头既然认了我做师父 我救她 也是天经地义的 皇上 如果真是有心嘉奖 就请多建一些 像靖心院这样的地方 给那些枉死的下人们 留一条生路吧 朕这就吩咐人去办 阿朕 你还认得我吗 快 快放我下来 别怕 我们现在不用瞒着别人了 那天我把你抱回修文堂 整个宫里的人都看见 好 姐姐 丹娘 你没事了 我没事 喝药 好 我喂你 我自己来 小心啊 阿朕 你昏迷这么久 手上肯定是没有力量的吧 来 我喂你 我喂你 昌岗王殿下 你进来吧 你 我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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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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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个傻瓜 你也是个傻瓜 阿陈 你们荒谈的亲事你不用担心 我来的时候已经跟家业说了 请我一定不会撑 虽然我这样做很对不起胜过功夫 但我以后会做终部长的 我已经跟黄姐说了 她要是再敢拆散我呢 我求你 别说了 我的手已经废了 我根本配不上你 我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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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陈 你记住 我是大器的初军 我以后还会做大器的皇帝 我说的话就是天意 我说你是全天下最配得上我的女人 你就是 可许 我娶的是你的任务 不是你的时候 你看 还记得这个妈妈 你曾经这么劝过 说这样有信心 就得好好地活下去 阿陈 我们都爱犯一个目凭 就是凡事都想做到尽善尽美 可是算今天干事 我们必须认清一个心事 但就会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深度性 是真正而言的 你看看你的手 再看看我的手 你不觉得 咱们是天才地区 配得刚刚好吗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啊 我根本就不想随便找一个人当父亲 但是你现在不认她做这个父亲的话 你就没资格当褚妃啊 你 你到现在还是认为我配不上你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自从第一天跟你在一起 我就从来没有在意过你的身份 是 你是没在意过 因为在你眼里 我是谁 根本就不重要 你可以帮我录一份假官籍 你可以帮我随便找一个父亲 可是 我只想知道我是谁 你又犯决了是吧 阿战 我说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好 阿战 你之前对我说 皇姐口口声声说为了你好 毕竟去沈家民 你很不高兴 可是现在呢 你却也对我这么说 我知道你不在意我的身份 但是那种不在意 并不是平平等等的不在意 而是居高临下的不在意 你前一世 根本就不尊重我 你说让我直取你一个 我能做到 可为什么你还是不满意 我请你不要老在这种小事上 这么计较好不好 这不是小事 请你不要用这种深的语气 跟我说什么直取一个 你是长短王殿下 你要真想做什么 我也拦不住你 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 我先回修文殿 什么时候你心情好了 过来找我 我不会杀你的 他们会连夜把你送到一个 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看不起来 等阿战 取了别的楚飞 我就会放在你 你不能这么做 对不起 我必须这么做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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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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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阿战 刚才你们谈话 我和皇上 都听到了 我和皇上都听到了 你放心 从今往后 没有人能强迫你做任何事情 阿战 你怎么样了 我和沈大哥真的没有什么 我知道 我都看到了 但是我一点都不生气 佳颜说得对 是我太自私了 阿战 我今天想郑重地向你道歉 我之前不应该为了一己私欲 而替你安排你的未来 更不应该忽视你的努力 让你放弃你最心爱的事业 皇上他说得对 你虽然是一个女人 但是比任何一个男人都要坚强 所以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 锁在新王府里 埋没了你的才能 阿战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真的吗 你真的不会逼我出宫了 当然 从今天起 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 你不想做的事情 阿战你听我说 我现在已经全部都想图了 因为我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那样的你 一个聪明的你 一个勇敢的你 一个意志里 连男人都自愧不如的你 一个让我束手无策的你 如果我非要把你变成一个 唯唯懦懦的小女子 那就不是我心爱的阿镇了 我也没你说得那么好 你有 在我看来 你就是上天赐给我最好的礼物 现在我所能做的 最好的事情 那就是珍惜你 贵妃娘娘 你刚才对我说了那么多心里话 我现在也想对你说一些 没错 我的身份永远不能和你相比 但我爱护阿湛的心 却一点也不比你少 虽然我没有一个可供益仗的家世 但是我能凭自己的本事 做上无凭女官 也能尽自己的能力 来辅佐皇上 让大齐国库封营 我相信 阿湛一定会因为有我这样的妻子 而感到骄傲 因为我不比那些家世显赫的公侯小姐们差 贵妃娘娘 你刚才跟我说 寒光殿里充满了隐忍和牺牲 可我看到的 只是皇上对你的疼爱和照顾 你曾经那么深深地伤害过她 盲目地去追求那些早已不属于你的东西 而她还是依然那么照顾你 包容你 疼爱你 如果说阿湛对我用情太深 那么皇上 他对你又何尝不是呢 所以 阿湛他爱我 并不是什么坏事 如果我曾经拖累了他 那么我不会再自残心灰 我只会让自己想方设法在未来变得更强大 娘娘 请相信我 我一定会帮你照顾好阿湛 做他的好妻子 好助手 不让你和皇上再为我们担心了 皇上 贵妃 我和阿湛都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 希望我们也能够像你们一样 能够情深异常 白头头 朕以大协皇帝和兄长的身份 祝福你们 嘴上说得好听 可要想真的做好一个储人 你要学的还多着呢 好 以后没事 就多到韩光殿来吧 一定 你放心 别忘了 我现在是上官 平常没人敢惹我 那我走了 该动神了 好 阿湛 阿湛我其实 我这次应该经常 失去治病 他已说好我的封病 要想从根上去 必须去陈谷 照一位命令 阿湛 阿湛 这些天我对你有些怪怪的 你不要放在心上 等着我回来 好 我等着你 好 沈碧参见常广王殿下 尚公大人 起来吧 谢殿下 阿湛 你先会轻轻点等我 我向阿碧有话跟我说 阿碧 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以后 我就一直在避着你 现在既然我回来了 我就郑重地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殿下 有殿下这句话 阿碧不用误会 殿下 你是高高在上的楚君 阿碧能为你吹起 实在是生平所欣 今后 若蒙不弃 阿碧愿意尝把您的身跑 我不会收了你的 既然我们是因为一个错误而开始 我就不希望让它继续下去 可对于我来说 那根本不是什么错误 殿下 你是知道的 我一直都喜欢你啊 我知道你对我好 但是在我心里 只能容下一个女人的位置 你不愿意尽 你误会了 我不是想要跟陆上公争个高低 我只是想待在您的身边 就算没有名分 也没什么关系 阿碧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 就不可能接受别的女人跟我在一起 如果我听你的 真的把你接进了我府里 那将来才真的是害了你 可是我已经是你的人了呀 我会补偿你 我会给你找一个好夫妻 我会保你父亲一生平安 不要 不要 我不要 这些我都不要 我只要你 对不起 阿朕 阿朕 放心吧 阿朕 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难倒过了 那 他现在怎么样了 都解决了 陆珍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想问高瞻 但他已经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 有的时候 误听 误问 误说 才是对爱人最大的信任 阿朕 你别怪我心狠手了 我宁可负天下人 我也绝不负你 可是你这样做 又和情生有什么区别 你不能这么说我 那是我的孩子 我做出这个决定 我比任何人都要伤心 但是事到如今 我们必须要有装饰断腕的决心 不行 断了手 人还可以活 可孩子要是没了 就什么都挽回不了了 阿朕 你不能这么做 无论如何 孩子都是无辜的呀 我做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啊 如果我要那个孩子 我就必须要纳阿碧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珍惜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可就算是这样 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 弃手杀死自己的孩子 阿朕 你知道吗 我娘 当初就是怀着我 嫁给我季妇 如果她稍微自私一点 拿掉我 凭她的才智容貌 到哪儿不能去当一个正妻 可是 她却为了我 没错 你去拿阿碧 我一定会很难过很难过 没错 你必须 我原本以为 事情已经过去了 可谁想到 阿朕 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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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别这样 我并没有再责怪你 我 我只是 我只是没有降到这个结果 来得这么突然 事到如今 我 我并不在乎你娶她 我只想求求你 留下那个孩子吧 阿珍 我可以答应 但是老实不会放过我 她不会怎么样的 阿比再怎么说 她已经 已经是新王府里的人了 你只要快点接她回去 我求求你别再比我 给你出主意了好不好 你自己想想 阿比的父亲是死命关人 都有绝位在世 现在 你们的事情已经超越戒指 你不去她 你不去她 你不去她已经复醒了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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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必须得起她 你必须得起她 你必须得起她 你必须得起她嘛 我贴你的 你不去那不行吗 姐姐 殿下他是清白的 他没有跟阿碧那个 我是说 采花啦 这位姑娘 小生的清白之躯 终于可以交付姑娘了 谁知道你有没有和别的 你没有呢 我就没有 晕开晕散的感觉真好啊 这位姑娘 我们以后怎么包养 咱们一定要好好地合计一下 现在皇上没有孩子 娄氏他肯定拼命地都想要一个 自己能够控制的皇子 所以呢 他明知道阿碧腹中空空 还是要把事情闹大 想必现在娄氏 已经养了好几个怀孕的夫人 等到产期一到 他就会宣布阿碧缠子 不会吧 他有偷天坏日可是大罪啊 你觉得他手上的鲜血还少吗 这些事他根本就不会在乎 娄氏他自以为聪明 没想到因为一盘白衫 就被丹娘看住了端倪 阿蓁 咱们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给他狠狠地一击 你是想让阿碧招供 但是太后多半会拒不承认的 而且上次他送我定情珠的时候 也是私下 没有人看见 咱们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这样我们至少 可以折断他一根织绑 阿蓁 不要怕 有我呢 这次我一定帮你好好地出一口气 你最终还是留了他一条心灵 事到临头 我还是下不了手 皇上为我做了那么多事 我实在是不忍心看他 你虽然没有杀他 可也让太医用针灸 封了他的七经八卖 以后 他不能说也不能动 又被迁去了那么偏远的地方 对于他这种骄傲的女人来说 这种惩罚 其实比赐死还要难受 玲珑为什么突然要走呢 丹娘说是想他娘了 可他 我就知道 我什么都瞒不住你 那天 在司政司搜宫的时候啊 无意当中搜出了 他私藏男子的信物 本来皇后说 看在你的面子上 把他保全下来 可他自己呢 羞愧难当 硬是要离开宫路 难怪他都不肯见我 算了 等最近兵荒马乱的事情过去之后 我再出宫去看他吧 我来 这个残都是一对一对的 阿朕 开心吗 我一辈子都没这么开心过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 虽然说现在路上说也愿意做你的夫妻 但到了正式成亲那天 我依然会把你的奶娘 你的妹妹全部都叫上 一定不会让你孤孤单单的出嫁 阿朕 我们现在就去找皇上 让他下旨 你呀 你呀 皇上 阿朕 皇上 我是来一下你 你来得正好 朕收到关西节度时来的消息了 边境出了大事 魏国发动了十万大军 连夺我关西六阵 关西守军连续损兵折将 已经快挡不住了 所以兵部决定马上出兵 你是不是想要出阵 是 那你能定了亲再走吗 应该来不及了 因为还有三天交出这门 那就让皇上下一份诏书 我不想你 阿朕 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些 我也知道 你只是担心我 是的 我想光明正大地去端门送你 我想堂堂正正地告诉别人我爱你 我不想 我 老朕 正是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才决定不能匆匆和你定亲 站着刀剑无捻 万一我有什么不测 我绝对不可以拖累你 你这是什么话呀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阿朕 你听我说 我这绝对不是在说什么丧气话 每次我带兵回城 都能看到无数的忘门光 和拾青骨耳 阿朕你是寒人 你不能像我们心碑人一样 定了亲后再加 除了你我不会再嫁给别人 我知道 我知道 别哭了 为她 benefits 我不会再受过 我出生以后 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要好好地管着我们家 还得帮着霍宇 看着后宫 我只要你好好的 先看看你最心爱的女人 怎样一步步变成废人吧 陆珍 你只要大声喊话 叫高瞻投降 我就会留你一条性命 你做梦 你不愿意就算了 高瞻 你要再不投降 我就一剑一剑地刺他 你放心 我保证几十剑他都不会死 你要心疼他 你就自断手臂 你要是不心疼 左眼 哪里跑 陆珍大人 陆珍大人 抓住他 抓住他 你们都别过来 陆珍 有事永远 我们来生再见 陆珍 放下 放下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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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们尽一切可能 把他给救活 殿下 陆昭仪的伤势实在是太重了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하하 我 不 enfim 殿下 皇上和皇后来了 皇上 你还伤病未愈 怎么就 都到这个时候了 就别说这些了 阿朕生死未卜 我跟阿爷 怎么能待得住啊 家印 那边都安全了吗 七省的叛军 都与树上究竟 只是太后娘娘带其他人 从密道跑了 传旨 以叛国之罪 全境吉拿楼市 没想到 她会做出这种 伤天害理之事 我就当 我就当没有这个母亲 皇上 阿朕 是太后对不起你 我也对不起皇姐 你记住 她是我们两个人 共同的皇姐 她是 阿朕她现在怎么样 弃若有死吧 你现在一定要冷静啊 放心 我不会发疯的 我都想好了 如果到时阿朕醒不过来 我就陪着她 一块儿到地下去 阿朕 你不可以再做傻事了 你可是我大旗唯一的储君 我这一辈子 为大旗牺牲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现在有点累了 我唯一的心愿 就是阿朕能够快点醒过 然后我带着她 离开这里 阿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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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往后 你们琴瑟在雨 不恶不敬喉 谢皇上 送入洞房 送入洞房 是 哪有那麼心情的呀 姑姑 這沒點事 你可是處局 怎一點兒能進去 我為什麽要進去 别忘了 这是我第二次先年的概讨 咱俩都这么少了 干嘛还在乎这些 我只想早一点看到我的漂亮媳妇 阿珍 虽然我们的婚事呢 暂时还不能对外公开 但是我向你保证 有朝一日 我一定会还你一个世界最盛大 最热烈的婚礼 但凭夫君做主 夫君这个称呼实在是太美妙了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 你可是我们大吉的大财神 这离生 要越早做越好 我过些天想去他 在去唐关心那边吗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猜到的 朝里这几日的底包 也都看了 关西那边战士 一直胶着着 我想 也该到你指挥 发动的时候了 京城里楼市的余泥 已经出得差不多了 等过去天 我招募的连弯新兵一到 就把他们带到关西 尽快解决 与魏国的战事 对不起 阿朕 刚把你娶回家 又要奔赴战朝 你也是为了戴齐着想 不用担心我 我都已经嫁给你了 跑不掉的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 就别撞了 你怎么才发动啊 阿朕 你一定要早点回来 我已经不习惯一个人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们经历的苦日子 已经太多了 我们经历的苦日子 从现在开始 只有好日子在等着我们 你都知道了 是的 其实当我接过皇后 那张遗址的时候 我就有过运改 它将来会成为我们俩之间 一块绕不过的大石头 阿朕 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我不得不那么做 其实这件事情我没有怪 我知道 你当时是为了皇兄和幻云 才做出了牺牲 所以你不需要管我 我并不需要皇后这个名号 阿朕 不管大臣们怎么反对 我必须让你做皇后 可是我的身份 这不是问题 你别忘了 我不是汉人 张相他老拿着汉人的礼仪来束护 但是他忘了 不管是鲜卑还是柔然 都有这么一个规矩 等长兄死了以后 弟弟们可以娶寡草为妻 当年 我的祖父就是这样做的 萧桂云当时也是想如此 所以才 真的 的确如此 就算汉人们有一些非议 但我相信我一定能压得下去 不要忘了 你为大妻做了那么多贡献 他们不是瞎子 阿朕 阿朕 皇上 皇上 怎么了 皇上 皇上 怎么了 阿朕 我看看 总而言之 我是绝对不会娶那个 铜昌公主为妻的 其实 我也想过 你一旦做了皇帝 身边 就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 没关系 怎么啦阿朕 难不成 你被张相给说服了 同意宫师義父 当时也不知道是谁跟我说的 如果这个男人呢 不喜欢这个女人 但是偏偏又把这个女人留在宫里 好了 不要再死撑着了 我知道你是一个粗探子 阿朕 我经常在想象 能有一天 等我的病真的完全好了 等把同常公主这件事 完全给解决了 我们带着阿妩 到一个山清水修的地方去 好好过一段清闲的日子 就像那时候我们在王庄一样 你来缝衣服 我来捉衣服 你是多开心 对了 一定要带着奶娘去 因为我觉得呢 你应该不太适合带孩子 怎么拉着 没什么 我只是太高兴了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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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岳国夫人 你敢保证 如果我让皇上立同昌公主为后 你就一定能把解药交给皇上 那是自然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了 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会回来 对不起 我骗了你 你中的五十散毒其实没有找到解药 我不想你死 所以请你务必要娶那位同昌公主 打婚之后 他一定会把解药交给你 为了天下百姓 为了你 我必须要牺牲我们的爱情 如果大齐在何成果 因为令后只是僵持下去 势必会发生战争 那样的话 无辜的大齐连终 又将遭受一次劫难 而且 我已经知道自己不能有孩子了 世界没有任何一位帝王 会理一位注定无子的女人为后 如果那位同昌公主 能为你生下孩子 我无怨无悔 我除了是你的妻子 还是当朝品级最高的女官 如果我只是为了我俩的爱情 就牺牲了大齐 牺牲了你 那么 这个自私的我 对不起当日家近世发下的事 更对不起死去的皇上和皇后 对不起天下的百姓 所以 请你不要恨那位公主 答应我 高高兴兴地娶了她 立她为后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终有一日 我一定会回宫看你 不然 你我今生今世 都后悔无期 不要派人找我 天下之大 你不会发现我的踪迹 阿朕 别为我伤心 在我心中 你永远是我的丈夫 阿朕 皇上旧生复发 好 司君窃窃 盼归京一见 阿朕 阿朕 我过去 爹 站住 三爹 我好 男生 你 什么 天下 你说 不如 并不讯了 我 你 以后你要好好地补偿我 阿晨 你这次回来想多吗 不会再离开我 那好 从今天开始 除非你我都死了 否则我绝对不会松开你的手 我也是这么想的 阿晨 现在陈国陈文帝已经去世了 通常公主是怎样的一个人 相信家颜已经告诉我 现如今 已经没有人是我们之间的障碍了 所以 我决定马上立你为皇后 阿晨 你我之间 现在已经不用在意 一个皇后的续名了 搜尽 瞒 我们还能在一起 就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阿湛 童唱公主是无辜的 现在她已经失去了父母 如果连皇后这个虚名都没有了 那她还能剩下什么呢 我会住在后关 仍旧当我的昭仪 不当皇后反而更方便一些 你知道吗 这几年我在西域 找到了很多 为大齐振兴财政的新路子 还有官瑶 还有枝燃薯 这些我必须要一点一点全部捡起来 可这些事情 当我皇后反而都做不了了 只有仍旧做女官 才能继续犯过我的财难 阿湛 毕竟寒光殿 我更喜欢 在自由的空间里飞翔 好 不过你想做什么 我都随你 你能否进去 我都会变成财难 如果没进去 你能认识 我当你继续犯了 那就是你 那是一个古代的 那是个古代的 你能疑在台上 又是一个天王 你能疑在哪啊 你能疑在哪里 但是父母 你能疑在哪里 我还是要的天王 我可以疑在这儿 你不会变得另一个人 处杀宗 仕为一品 掌宫内诸室及朝中伤残室 入朝听政 自此 鲁贞成为大旗最畏高权重的母官 也成了实际意义的后宫之主 皇上临朝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谢皇上 朕今日册封朝夷陆珍 为女侍中官居一品 执掌我大齐农商之事 还望各位臣宫 敬之 爱之 臣谢主隆恩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王叔 阿朕 这个天下 以后我们一起来致力 阿朕 阿朕 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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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个女相 这些不过是过瘾于念 人的一生都要尝过酸甜苦辣 各种滋味只有自己才能知道 我们绝对了一生都要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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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